1983年冬天至1984年初 四川山區的竹樹竟然開花 而那個地方又死了八隻熊貓 於是很多人就說 竹樹開花導致熊貓死亡 認為應該快點將野生熊貓圈養起來 這樣才能真正保護大熊貓 但中國保育專家潘文石不同意 他認為人類胡亂砍伐樹木 才令大熊貓面臨絕境 他不斷寫信給國務院 反對自養野生的大熊貓 只這樣做 會破壞野生大熊貓的總群結構 甚至影響他們不再繁殖 他又不斷在野外追蹤 研究第一手科學數據 要求停止砍伐巡嶺地區 海拔1350米以上樹木 同時安排墳墓工人轉職 建立中國模範的大熊貓自然保護區 潘文石1937年在泰國曼谷出生 二戰期間 他和爸爸媽媽回到廣東汕頭 青少年時代 看路賓信漂流記和野性的呼喚 留下深刻印象 1955年他考入北京大學生物系 畢業後留校任教 1958年 潘文石參加了中國第一支珠木朗瑪峰探險隊 進行科學考察 改革開放後 1980年到四川俄龍參加一個大熊貓的國際合作項目 自此 他血液中的野性呼喚了他 奉獻最美好的年華 傾著心力推動中國大熊貓保育 成為第一位登上國家地理雜誌封面的中國人 最後中央政府接納他的建議 1994年停止砍佛林木 國家在第二年 投入幾千萬建立了自然保護區 引入世界銀行貸款 保護大熊貓在巡領最後一片棲息地 他亦多了一個稱號 叫熊貓爸爸 他說一個科學家的良知 就是講出事實的真相 現在潘文石已經86歲 仍然站在保育和研究野生動物前線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